华人有喝茶的文化 但是这一杯茶 让很多妈妈喝一口 就掉下了眼泪 新山社区祈福晚会 在二楼活动中心举办 志工巧思做安排 楼梯转角处让主统回娘家 一进到现场 则是安排子女向父母奉茶 一杯茶的时间 道尽了所有的感恩 没有啊 从来没有啊 吃了二十多岁没有把我妈妈 我第一次我的女儿 在我面前奉茶 哇我的 那个心哦 我养了我二十多年的女儿 从来没有喝 也没有拥抱过 第一次而已 所以那个心情哦 给我的祈福不定 谢谢妈妈一直以来 照顾我们一家人啊 就很辛苦她 同时也借此分享 慈悸在东海岸水患时 救灾的足迹 真正的是做三次啊 懂吗 她真正的是救人啊 帮她 教授人心啊 感动的地方就是看到那些 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可以帮到他们 延续活动中的感动 志工再次拿起募款箱 到楼下小吃街 募心募爱 部分种族也没有宗教差别 在此见证 人间有爱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周承山 马来西亚报道